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初心 有嫌犯就假冒电商业者 谎称民众各自外泄 为避免信用卡遭盗刷 要求消费者赶紧提供提款卡的密码后 连同存折一起寄出 不少民众因此受骗上当 不光是财务的损失 还被嫌犯利用当人头账户 成了集团的共犯 疫情带动网购成长 却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过去解除分歧化数 遭民众破解 现在歹徒则是假冒电商 谎称客户各自外泄 避免信用卡遭盗刷 要求寄回提款卡和存折 不少消费者因此受骗上当 解除分歧付款诈骗有新手法 他目前会以各自外线 信用卡杀盗刷 要求你做各自的查核 将你的提款卡及存付寄出 并且要求变更提款卡密码 123406 民众依嫌犯指示 更改提款卡密码后寄出 不只财务被洗劫一空 还被诈骗集团当成人头账户 瞬间成为共犯 刑事局呼吁民众 如果接到开头代加号的电话号码 就要特别当心 凡接货境外来电像有加号 加009加8865 以及它以寄送提款卡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存护 违化数的一定是诈骗 警方也提醒民众 一般电商平台 不会主动联络买方 更不可能要求寄出 个人金融资料 如果接货相关来电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 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为了体恤消防人员的辛劳 长期关怀公益的关渡工 再次捐赠三台消防请务车 要给台北市政府 由消防局长吴俊宏代表受赠 不但提升救灾请务的机动性 与便利性 更能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部价值百万的消防警备车 开进北投关渡工前广场 消防同仁示范如何搭载橡皮汽艇 一旦遇上紧急情况 警备车能迅速抵达事故现场 展开救援行动 大幅提升消防勤务的 机动性与便利性 这三辆警备车 除了可以载运一些的勤务以外 还可以载运那个汽艇 还有水上摩托车 所以对水上的救助帮助非常大 为了体恤消防人员的辛劳 长期辅助弱势 关怀工艺的关渡工 再次捐赠防疫物资 与三辆消防警备车 给台北市政府 由局长吴俊宏代表受赠 将提供消防局第四大队 北投中队 关渡及石牌分队使用 我们一直女士马祖 直备为还 那我们想要建立一个 就是说医生 医养 医教 医居 医老的社群 大家来守护这一块条 此外关渡工还捐赠电动破坏减 比起传统油压撑开 省时省力 破门速度至少快了两倍 更能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提升救灾救护的工作效率 记者游祥廷台北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由于民众担心捐血过程 都处于密闭空间 让血库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 而台北邮局就与台北捐血中心合作 举办捐热血油爱心活动 邀请民众以及邮局的同仁 一起捐热血做公益 一大清早台北捐血中心的捐血车 就停在台北邮局的广场内 等待民众以及邮局内员工前来捐血 每年台北邮局都会与台北捐血中心 一同举办捐血的公益活动 希望大家都能够捐热血油爱心 我都有这个捐血的习惯 而且捐血是非常好的 所有的全民都能够来捐血 就是增加那个血库 然后救人一命 这次是在台北邮局的广场 所以捐血的对象 主要是我们台北邮局的员工 可是外界公众如果愿意进来 我们也很欢迎 拉起衣袖露出手臂 台北邮局的副理们身先士足 玩起衣袖捐起热血 新冠疫情开始之后 血库存量一直有不足的情况 台北邮局特别设立捐血站 希望同仁都能够共襄盛举 可能受到疫情影响 公众可能他会比较有顾虑 所以出来捐血的意愿比较低 所以我们也提供福袋 一些奖品 希望能够诱发民众捐血的欲望 让大家都能够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捐血其实好处多多 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更重要的是能够响应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的公益活动 让善持续传承下去 九条的话 参谋报道 一年一度的中秋是品尝柚子的最佳时节 但为了推广台湾文旦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亲自站台 宣布今年发行五万张的诱箱券 民众到农会买国产文旦五百元 就可以获得一百元优惠 消费者不妨多加利用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跟农粮署署长胡忠一按下订单 为台湾各文旦主要产地农会组成的 台湾文旦大联盟所推出的云端购物平台站台 让消费者在疫情期间不用出门 就可以品尝到台湾十大产销履历的文旦 文旦是越大果那比较不甜 那我们就去做各式各样的一个加工 包括环保清洁剂 包括做柚子的这个柚子糖 或者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加工 今年总共设定超过一千公吨 那最后当然就是内销了 那感谢我们的文旦大联盟 在全台湾各地举办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促销活动 不管是口感绵密 侯韵家的中南部文旦 还是果肉Q弹之多味美的东部柚子 以及田中带酸香味浓郁的北部文旦 只要动动手指 透过手机与LINE都能够让您带回家 现在是先用买500送100的这样的一个诱箱券 今年最大的突破是 所有各地的农会超市都可以来卖 只要来卖那他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诱箱券 更重要的是在下个月我们就有农油券 那888块的这样的一个推出 各式各样吸引消费者 把五倍券用在农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措施 我们会尽快的来公布 由于今年上半年气候干旱 文旦果实比起以往还小 但甜度跟品质更高 目前整体价格跟往年相比 在水准之上 农委会也祭出好康 欢迎韬客朋友前往品尝 记者顾餐有台北财宝宝导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